本地员工将可以获得更多政策上的协助 让他们在职场上游刃有余 同时享有公平待遇 就算是在退休之后 也确保员工的晚年更有保障 而贸工部和金融管理局也重申 将通过创新和发展新的增长领域 让新加坡经济更具弹性 为国人制造更多好的就业机会 人力部、贸工部、教育部和总理公署 今天在总统施政方针附录中 公布更多这方面的详情 人力部在附录中指出 目前我们的经济赠从仰赖人力过渡到精简人力 这也是新加坡能够取得永续发展的契机 人力部说 要强化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团队 我们就必须加速经济改革 创造更多吸引国人的高素质工作 同时也确保各个年龄层的国人 能有机会争取成为领导人 企业也能获得协助 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创新 来减少对低技能外籍劳工的依赖 同时企业也能够通过重新设计工作 流程和职场作业方式 让所有员工 尤其是乐龄员工得以发挥所长分享经验 人力部也指出打算加强公积金制度的灵活性 让国人在退休之后有足够的公积金存款 得以安心度过晚年 那些需要帮助的乐龄国人 也能在退休之后 每个季度获得乐龄补贴计划的拨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